阿联酋的迪拜是一座沙漠中的绿洲城市 迪拜以其特有的超级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新奇事物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无论是这里巨大的人工岛屿还是免税政策 又或者是可以穿着喷气背包在空中飞翔的休闲活动 都让迪拜成为了一个充满了财富和无忧无虑生活的乐园 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随着持续几十年不计成本的建设 迪拜正在迎来一场巨大的危机 而且越来越多的迹象逐渐表明 迪拜所面临的几乎都是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些关于迪拜的基本信息 迪拜现在拥有330万人口 是阿联酋最大的城市 阿联酋目前以5070亿美元的国内市产总值在全世界排名第29位 迪拜的收入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主要依赖于石油出口 但近些年 其经济部门逐渐通过一系列创纪录的工程项目 让迪拜成为了一座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 最大的机场和最奢华酒店的投资和旅游城市 这里每年吸引着超过1600万名游客 许多名人和富豪现在甚至已经把迪拜当成了他们自己的家 与其他海湾国家相比 阿联酋对石油的依赖程度正在逐渐降低 据统计石油销售现在仅占其GDP总值的5%而已 不过尽管如此 迪拜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面临崩溃的迹象 仍然十分明显 我们为观众朋友们总结了以下几点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中东地区不可忽视的气候问题 在迪拜 气温经常会高达45摄氏度以上 迪拜正试图通过安装巨大的空调系统来抵御这种高温 但是繁华地带的空调系统是无法阻止气候变迁的 就是迪拜的荒漠化 在这里本已干旱的土地由于高温和缺乏雨水正在加速变成沙漠 对迪拜来说 这意味着城市郊区将变得更为贫瘠 土地也无法被用于农业和人口供给 由于缺乏资源 阿联酋现在几乎完全依赖从外国进口食品 此外迪拜的供水情况也越来越糟 一方面由于荒漠化降雨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用于建设水储离场的区域也在缩减 因为这样的设施在沙漠环境下几乎无法正常运转 2002年阿联酋还拥有75000公顷用于农业的土地 但到了2020年 在仅仅不到20年的时间里 这一面积就由于荒漠化减少到了48000公顷 因此气候原因加之迪拜正在加速消耗自己的自然资源 让它成为了世界上生态足迹最糟糕的城市 在不久的将来迪拜可能不得不从国外进口所有的食品和水 此外 政治也是迪拜的一个潜在威胁 自2006年以来 谢赫穆罕默德本马克图姆就一直独裁统治着迪拜 他以铁腕政治而闻名 绝不容忍任何反对的声音 马克图姆甚至曾经不惜将自己的女儿关进监狱 也要维护他的权威地位 此外 他还因为绑架和酷刑于2020年被英国伦敦的法院叹为有罪 马克图姆这种长期非民主的统治方式 很可能会导致西方国家对迪拜实施严厉的制裁 这会进一步加剧迪拜在未来的不确定性 此外 迪拜的政治决策完全偏向于富人 他们甚至不需要缴纳所得税 但对于在这里工作的很多普通劳工来说 这些人却因为政府的税收与民生福利政策的冲突关系 失去了享受基础医疗保险 公共交通工具 以及金融保障等福利的机会 所以迪拜昂贵的医疗费用 成为了这里所有普通人生活中最大的负担 贫困是迪拜将要面临的下一个重大威胁 事实上 这所城市的大部分居民 并不生活在灯火辉煌的城市中心 而是被隔离在破旧的郊区 迪拜人口的85%是外来移民 而其中的大多数人 是在大型建筑工地工作的劳工 他们生活在卫生条件非常糟糕的检衣屋或者平房里 根据多国媒体的报道 迪拜外来劳工的工资非常低 而且几乎需要日夜工作 这些在残酷环境下工作的工人 也让迪拜成为了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据统计 早在2005年 这里就有超过390名工人遗憾地选择了自杀 而在将近20年后的今天 因为工作条件 直接或间接死亡的工人数量 甚至已经翻倍 这给迪拜带来了两个问题 一方面 国际社会对此批评的声音 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厉 另一方面 这也导致了迪拜生产力的下降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迪拜不得不面对的根本性问题 就是他的政府财政状况 尽管阿联酋政府在很早以前 就已经开始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但其新兴产业的实际状况 现在看上去却并不乐观 特别是关键的房地产行业 在过去的几年里 一座又一座的摩天大楼在这里拔地而起 凭借全球首居一指的低利率 世界各地的投资者 可以轻松地从银行借到大量资金 以迅速购买昂贵的公寓 办公楼和住宅 但是由于两年前 阿联酋中央银行提高了房贷利率 愿意贷款购房的潜在买家 正在变得越来越少 这导致迪拜目前出现了 成千上万套空置房产 更糟糕的是 这些楼房的产权大都属于迪拜政府 因此现在政府实际上 正在背负着这些无法偿还的债务 想要让房地产行业重获活力 迪拜就必须吸引大企业或者富人 来到这座城市投资 反之如果政府选择发行货币 以偿还债务 这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会上升 或者如果政府采取征收所得税的方法 以获取新的资金偿还债务 就可能会让富有的居民离开这座城市 反而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 对城市投资的减少 最终将会让迪拜乃至整个阿联酋 再次增加对石油的依赖 总之 无论迪拜政府是通过印刷新货币 提高通货膨胀 还是通过征收税收来赶走富人 这两种方式对迪拜的繁荣都没有好处 都无异于解决迪拜的财政危机 迪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中东地区 与其他国家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 比如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等国家 也早已经意识到 他们必须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才能保持长期的竞争和影响力 目前几乎所有的海湾国家 都在计划实施自己的发展道路 其中有些项目的投资规模 甚至也超越了迪拜创造的记录 比如为了吸引外国投资 沙特阿拉伯计划建造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 和一座长达500公里的城市 为了在石油之外的产业中取得成功 这些国家也特别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来实现他们的计划 而劳工也正是迪拜形成 目前繁荣景象的最关键因素 但迪拜糟糕的工作 社会和法治环境会导致这些劳工选择前往其他海湾国家工作 因此迪拜很快可能无法为其建设项目招募到足够的工人 此外迪拜和其他海湾国家一样 也受到时间因素的影响 根据专家的预测 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量最迟将会在2030年低于供应量 因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会转向使用可再生能源 对石油的需求降低将导致其价格的大幅度下降 因此如果海湾国家都在以2030愿景为主题 推广和建设各自的大型发展项目 那么政治环境 福利保障 来自气候条件都不占优势的阿联酋迪拜 很可能将会在新兴产业中失去竞争力 正如一位已故的迪拜酋长曾说过的一句话那样 我的祖父骑骆驼 我开奔驰车 我的孙子将会再次骑上骆驼 这个曾经的讽刺预言可能真的会在迪拜成为现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